大家好,我是Misha 今天我们来到台湾CBOE俱乐部 现在疫情非常严重 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家里可以获得一个合法投资的机会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来替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哦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目前全世界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多人没有办法外出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尝试在家工作 甚至可以透过网络从事各式各样的商品投资 尤其这几年加密的虚拟货币相当热门 设立在新加坡的CBOEX加密货币交易所 特别在2021年5月31号在台湾设立俱乐部 希望能协助台湾地区的用户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开创良善的投资风气 俱乐部VIP社群长JZ在台中市表示 根据统计光是2021年投入DeFi去中心化金融的总锁仓资金 就超过500亿美元 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加密货币市场 也让虚拟货币越来越夯 做虚拟货币最大优势在7天24小时 全天后都可以做进行交易 而且理财在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时代中 做区块链的投资觉得是收益 比起现在任何一个投资的来更大 具有金融投资操作专业能力的CBOEX俱乐部社群长JZ说 加密货币的交易市场可以24小时运行 一年365天全年无休 而且加密货币没有涨幅限制 投资利润相当可观 未来势必成为投资主流 而俱乐部发言人Gin也提醒 利润的背后伴随风险 市场上还有许多不肖人士建立假平台 诈骗投资人的辛苦钱 投资人在投入资金前务必要谨慎选择 有通过监管的优质交易所 并且提升自己的投资观念跟技术 才能安心在家赚钱 它的优势太大了 所以会有很多的不法行为 甚至是诈骗行为 它会诱使人进入这个市场 实际上他们以为他们进入这个市场了 那但是其实他们没有进到这个市场 他们是被诃骗的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俱乐部 是希望提供给所有的人 或是说不管是新用户或老用户 我们希望给他们体验的是说 一个完善的交易环境 CPO EX俱乐部发言人俊强调 交易所主要是提供优质投资环境 2021年3月份申请通过 美国跟加拿大的MSB监管执照 并且打造一个友善的学习交流俱乐部 协助新用户可以快速熟悉交易界面 也让投资人可以互相讨论 跟资深交易员互动 建立稳定获利的投资组合 目前俱乐部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一律采取线上教学 让投资者可以安心地在家边学习边赚钱 开创疫情新商机 打造事业的另一片天 记者 廖宇轩 罗亚文 台北台中连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